另外非常夸张的这个抢案 在桃园市呢 有两名的歹徒 抢冲进了人家槟榔滩 把店里面三个大人 两个小孩 双手都反绑 绑光光 然后洗劫店里面的现金 最夸张的是 这个槟榔滩呢 距离桃园性警察局 还不到600公尺 而且呢 对面就是地检鼠 显然这个歹徒 完全没有把警方放在眼里 连附近的邻居都很万坦 到底是不是在哪里才安全呢 后面这些刚好 监视器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头戴白色鸭舌帽的歹徒 正在提款机前提前 但用的却是抢劫而来的提款卡 他进去捆绑的时候 有戴口罩吗 啊 所长 没戴口罩 直接行一抢 30号下午 两名嫌犯持刀进入这间槟榔滩 先是捆绑五名被害人 接着把财务洗劫一空 只是桃园地检署就在正对面 不到600公尺 还是桃园陷阱警局 嫌犯还敢行一抢 让邻居直呼 真的很大胆 来来来回回 警察有这样来来回回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自然问题啊 这样子而已啊 立账听到抢案 直接在警局旁发生 实在看不下去 呼吁警方必须全力追弃 否则居民真的不知道 住在哪里才安全 抢匪直接闯入冰篮汤家里 然后拿着开山刀 押着他们 自家门前发生抢案 初步调查部排除是冰狼业者 熟悉的人所为 警方目前已经掌握监视器画面 要寻现扩大追起 中期文简直封 陆一张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